那重中之重当然就是伊朗 就是伊朗 所以就是要回扣刚刚到 这个以色列讲的嘛 特别会在中东任何地方展开行动 当然这是一个警告大家啦 我目前的目标是哈马斯 是这个加萨走廊 其他人不要轻举妄动 那伊朗当然不会听话 你看到伊朗总统不但说 假如以色列军队在加萨走廊 进行大规模的屠杀 那么以色列军队将要挨一个沉重的耳光 不只是口说而已有动作 大量的伊朗的飞弹车队 开往了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 伊朗的坦克部队也开向了伊拉克的边境 伊朗的外长说 讲得更清楚 如果以色列进军加萨的话 就要开辟新的战线 所以先到这里 当然周边还有其他的国家也很重要 所以我先让介大使谈一下 当然我们上个礼拜就说嘛 双方的军力真的不对等啦 美国英国有没有这种大国 这个军事大国 所以你看到另一头是伊朗 还有这些阿拉伯世界的兄弟们 对于这件事情非常非常的愤怒 你觉得呢 接下来这个战火真的会外溢吗 外溢到什么程度 美国最担心的事情会发生吗 我觉得现在这个美国加以色列加英国 它是压倒性的优势 对 光以色列来讲的话 以色列它自己有中程弹道飞弹 它有这种叫耶利哥 它有一型二型三型 射程从1500公里到7800公里 所以这些中东国家都在它这个射程范围 而且最可怕的是 它这些中程弹道飞弹还可以搭载核子武器 以色列据一般这个外面的这些 相关的机构的研判 它有40枚核子弹头 所以就是说它的这个中程弹道 它不但有弹头 它的投射能力也在 另外它还有五艘潜艇 它五艘潜艇都可以搭载 这些巡异飞弹 就是从水下发射 那事实上的话 它的射程大概也在1500公里 所以以色列的军力 光以色列军力在中东就已经 怎么讲呢 就已经是非常突出了 那它的空军根本比较说 900架军机 350架主力战斗机 这里面从F-15 F-16到F-35 通通都有 所以它这个装备配备来讲的话 是非常精良 质量都好 质量都非常好 而且它的实战经验也有非常丰富 所以它基本上 所以它今天它敢这样子 就是说大量的这样子的大张旗鼓 基本上就是有恃无恐 那更不要说美国两艘航母的话 基本上在那个区域100的话 事实上的话 那个整个方圆大概差不多一两千公里之下 都在这些飞弹导弹的攻击之内 那还有就是这些舰载机 那的攻击范围之内 所以现在就是说 当然我们看到美国跟英国 这个军事实力也很强 那不会是针对哈马斯吗 因为哈马斯真的是 这个动能很少了 所以是针对伊朗吗 你怎么看待伊朗的这些 还包括华尔街日报 用很具体的方式写 说其实伊朗八月份开始协助哈马斯 现在国际间有一种阴谋论 华尔街日报带起来 也就是说其实幕后的整起策划 主谋就是伊朗 说伊朗的革命卫队 飞到了黎巴嫩的贝鲁特 跟哈马斯一起筹划 有时间有地点 有明确的三方的对接等等 但是美国官员说没有任何证据 所以目前看起来是不是 白宫非常不希望跟伊朗开战 如果跟伊朗开战 美国整个中东布局都完了 更不要说伊朗是产油大国 对于油价也会造成影响 拜登也不希望油价不要高 所以介大使你怎么看呢 你觉得伊朗这个只是料化而已 他的动作都开始了 不过如果是从这个飞弹 或者说火箭是从这个叙利亚 或者说淋巴嫩射出来的话 那你怎么攻击伊朗呢 你也没有理由嘛 当然以色列过去曾经 直接攻击过伊朗多次 而且美国那个时候 这个川普总统是曾经用无人机刺杀 这个伊朗革命卫队的这个领导 叫苏拉曼尼 那这个伊朗就说 这个是国家级的恐怖事件 就说你什么理由 你可以用这种军事的力量 来刺杀另外一国的这个军事负责人 而且在没有战争的状态之下 那所以就变成就是说 当然就是说伊朗不是说今天支持这个 这个这个巴勒斯坦 他过去一直就支持巴勒斯坦 他也支持真主党 他也支持这个叙利亚 所以他是长期 他就是支持这些 跟西方抗衡的国家 那所以现在就是说 伊朗当然是很强硬 那伊朗的国力跟军力 那也是非常非常的强 他事实上他的这个导弹 也是中程导弹 甚至这种徐印飞弹 他的力量也非常的大 那所以就变成就是说 如果说全力开打的话 那东东就是一场大战 那美国也会被减进去 但伊朗外长讲到这么具体 以色列进军加萨 就开辟新战线 那以色列看起来就是要进军加萨 地面部队就是要进去 所以伊朗要开辟战线 这个是认真的吗 这当然 言出必信 言出必信 怎么会不会讲空话的 那就是说他的反应的规模是怎么样 就是现在事实上 这个已经有这个 从黎巴嫩射入到以色列的飞弹 对 以色列也去空袭了黎巴嫩 也空袭了叙利亚 所以这个双方事实上 已经都是长时间的 这都是警告性的动作 都是警告性的动作 不过就是说 如果伊朗后面再有俄罗斯的话 因为在这个叙利亚有俄罗斯的直接的驻军 所以现在俄罗斯是不动声色 可是问题就变成就说这场战争如果打起来的话 美军是直接在叙利亚动武的 打到最后 也没有达到任何的军事目的 所以现在已经撤军 已经撤的差不多了 所以真正在中东打仗的话 我觉得美国现在应该是想要避免 所以呢如果真打起来的话 美国也很难脱身 很难脱身 那现在就是说 我始终认为这个 整个阿拉伯世界的话 一定会团结起来 因为这个用方法来对付美国跟以色列 那过去他们用的都是不对称的方式 就很多国家就走恐怖攻击 对那另外一个方法就是经济战 就是用能源做武器 把这个能源的价格提高 让欧美尤其美国现在 这个通膨这个非常严重的时候 让它的通膨加剧 那我想这个基本上都看以色列 在未来的几天 对于加剎走廊进军的 它的强度跟它的残忍度 现在事实上我觉得 它已经把这个整个的这个事情 阿拉伯国家的容忍范围 已经推到剃刀边缘 因为事实上现在加剎走廊 就是一个杀戮战场 虽然已经没有进去 可是已经死伤两三千人了 那是死啊 伤是可能数万 然后你刚刚讲那个冰淇淋 那个冰淇淋车的 其实现在在加剎走廊北部的话 到处都是丝臭味 非常非常的恐怖 那这个世界卫生组织 住在这个埃及的代表 接受访问说 他非常担心整个战区 加剎走廊会发生严重的疫病 因为他现在的这个 卫生环境非常的糟糕 缺水啊 又缺水 缺电缺医药啊 缺片缺医药 所以就是说现在事实上的话 我们都在考虑挥不挥均 其实加剎走廊北半部已经轰的已经变成一片残垣 断壁了 老百姓现在已经 无栖身之地了 那以色列昨天早 今天早上讲 对外说 他说已经有六十万巴勒斯坦人 离开了北部地区 往南部地区走 可是问题说 这个地方如果一百二十万人的话 走掉了六十万 还有六十万 那六十万再走三十万 还有三十万 那问题就是说 有些人是永远走不掉的 我就说躺在医院病床 你知道他怎么走 太阳心全校克肺尔益生菌 我吃了两三天 最明显的感觉是睡眠品质竟然变好了 睡得好 让我整人工作更关注 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 因为太阳心全校克肺尔益生菌 才让我认识到克肺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 和益生菌所组合而成 不仅能够维护消化到机能对方运作 还拥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当强大 你知道吗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他 称他是神仙的礼物 上千篇的国际研究证时 克肺尔益生菌 不仅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影响全身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种的平衡 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 真的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积极的敏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 选择太阳心全校 克肺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健康没负担 每日克肺尔时刻美好 Foodsea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 输入推荐代码 有额外的折扣